标题,中国可能如何对台湾实施隔离 副标题,勾画两种可能的场景 问题概述 近年来,中国对台湾的压力明显增加 引发了紧张局势可能爆发为公开冲突的担忧 虽然人们对入侵的威胁非常关注 但北京有除了入侵外的其他选项来强制 惩罚或并吞台湾 中国可能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是尤其海警和其他执法力量 而非解放军领导的灰色地带隔离 这种隔离不是封锁岛屿 而是旨在展示中国对台湾施加控制的能力 从可行性和可能性来看 隔离对中国来说比入侵或封锁更可行 也更可能在短期内实施 它也在台湾和国际社会如何应对方面 提出了独特的挑战 这份简报探讨了两个假设的海上隔离场景 这些场景是基于CSIS中国力量项目进行的深入研究 桌面演习、私人咨询和专家调查 本简报还包括一个交互式数字报告 用于可视化这些场景 引言 近年来 中国对台湾的压力明显增加 中国的军事力量经常在岛屿的防空识别区ADIC内 以及穿越台湾海峡中线进行飞行 在2022年8月和2023年4月 中国针对美台政治接触做出了回应 围绕台湾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大型军事演习 中国还在台湾及其外岛周围 部署了越来越多的海军和海警 2024年5月20日 随着赖清德就职台湾总统后 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赖清德发表就职演说三天后 中国开始了围绕台湾为期两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称为连舰2024A 并伴随着涉及中国海警的全面执法行动 中国官员表示 这些演习旨在对台独势力的分裂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并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挑衅发出严正警告 这些针对台湾的中国升级行动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认为北京可能会采取更为重大的步骤来惩罚和强制台湾 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的一个重大行动 是对岛屿进行灰色地带隔离 与其他情况相比 隔离场景受到的关注较少 但隔离在短期内更可能发生 因此值得增加审查 何为隔离 隔离一词有时与封锁可互换使用 然而 本报告区分这两者将隔离定义为以执法为主导的行动 控制特定区域内的海上或空中交通 而封锁则主要是军事性质的 隔离将包括中国海警和其他力量进行灰色地带行动 旨在保持在武装冲突的门槛之下 因此 军事力量在此类行动中将发挥支持而非领导作用 隔离的政治和操纵目标不是完全封锁台湾与世界的联系 而是对岛屿的海上和或空中商业实施一套控制系统 在隔离期间 关键必需品如食物和药品可以继续流入台湾 使中国可以声称其执法行动并未造成困难 隔离可能针对特定商品的运送 例如美国对台湾的武器装备的运输 但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引发美国更直接的回应 隔离方法的一个关键目标是获得国际公司和其他国家的合作 以展示中国对台湾的控制力 这与中国2013年在东中国海的大部分地区 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ADIC的情况类似 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许多航空公司当时遵从了北京的要求 对台湾的隔离可能涉及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动 以建立调控对台贸易或交通的新规定 或者仅仅涉及中国执法力量 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加强对台行动 因此 隔离将侧重于强制遵守中国的规定 并加强中国对台湾主权声索的支持 予以执法为主导的隔离相对 本简报将封锁定义为由军事力量主导的行动 中国的解放军将通过包围台湾的部分或全部地区来领导封锁 而像海警这样的力量则发挥支持作用 更激烈的封锁版本可能涉及对台湾的导弹打击 以及围绕台湾水域的布雷活动 封锁本质上将涉及比隔离更多的升级行动 隔离不会故意涉及使用动能武力攻击目标 尽管升级可能导致动能攻击的交换 关于中国如何具体执行隔离 目前没有公开可用的理论写作 然而 中国已经进行了几次演习和行动 这表明它可以利用执法行动来控制对台交通 并复杂化台湾的海上环境 2022年8月 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时 中国海事局部署了一艘大型巡逻船海巡06 这是该船首次在中国福建省海岸和台湾海峡执行行动 2023年4月 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美国后 海巡06再次部署 这次 她驶入了台湾海峡更远的地方 福建省海事局宣布该船将进行现场检查 尽管没有报告称进行了检查 最近 中国在台湾离岛金门附近增加了海警巡逻 2024年2月 台湾海警船只追逐并与一艘中国船只发生碰撞 后者据称在金门附近非法捕鱼 这起事件导致两名船员死亡 中国对此作出反应 增加了海警在台湾称之为限制和禁止水域的巡逻 一度 中国海警人员登上了一艘台湾所有的旅游船 检查其许可证和文件 在围绕金门的活动增多之际 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活动 其中 解放军东部战区的海军和空军力量 与中国海警CCG联合进行演练 中国官方媒体描述这些演习模拟了紧急情况 并专注于提高部队的互操作性和联合打击能力 2024年5月 中国在其最新一轮围绕台湾的大规模演习中 再次加强了CCG的参与 与解放军演习同时 CCG围绕台湾两个离岛进行了自己的行动 在解放军演习开始的同一天 福建省海警在吴州和东引周围水域 启动了一次全面执法演练 测试其联合巡逻 快速反应和紧急响应能力 CCG表明 其巡逻船只曾接近吴州岛屿2.8海里 靠近东引3.1海里 这是CCG船只首次进入那里的水域 除了围绕台湾的离岛巡逻之外 4艘CCG船只驶向台湾东部 另外3艘驶向台湾南部入口附近的台湾海峡西南部 作为台湾东部演习的一部分 由官方中国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 多艘CCG船只包围一个目标船只并喷射水炮 尽管该船只似乎挂有中国国旗 视频中并未显示水炮实际击中该船只 与台湾周围之前CCG活动相比 这标志着活动强度的显著增加 这是迄今为止最清晰的迹象 表明中国正在准备其执法和军事力量 共同应对台湾海峡危机的情况 为何中国可能对台湾实施隔离 对台湾实施隔离将是对该岛施加压力的一种重大升级 但这为中国提供了几个独特的优势 首先隔离使中国能够对台湾施加更大的政治和行政控制 中国努力限制对岛屿的空中或海上交通 可能让北京能够主张其主权 并表明台湾无法控制其自称的主权空间 这可能会削弱台北的自我治理能力 并降低台湾公众对台湾军事和海警的信心 其次 中国可以利用隔离来干预台湾的国内政治 通过对岛屿施加经济成本 如果隔离带来的中断持续时间较长 台湾社会内的一些元素 可能利用这一点来描绘台湾领导人的无效性 这可能导致台北失去公众支持 或增加台湾领导人面对的政治压力 促使他们与北京谈判或改善关系 第三 隔离的范围比封锁或其他大规模军事行动有限 由中国海警领导的隔离不是对台湾的宣战 由于隔离不是公开由解放军领导 因此升级导致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较低 如果将隔离视为一种执法行动 中国可以轻易宣布行动结束 并声称其目标已经达到 相关地 中国可能选择只针对某些类型的产品 或者隔离可能被扩大 以覆盖所有对台湾的空中和海上流量 如果中国成功地进行有限的隔离 它将设定一个政治先例 并确立中国活动的新常态 为将来进行更广泛的行动奠定基础 这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复杂性的隔离行动 也将为中国执法 海上民兵和解放军提供一个宝贵的机会 以训练和测试他们的能力 并识别后续行动中的弱点 第四 即使没有全面和持续实施 隔离也可能产生影响 尽管中国拥有显著的能力 利用执法和其他资产物理上干扰对台贸易 但它可能只需要展示意图和一些能力 以使隔离有效 宣布中国政策的变动或开始执法行动的消息 可能会对企业在台湾投资或运营的意愿 产生冷却效果 同样 展示中国愿意搜索并扣押仅少数商船的能力 可能会产生超出预期的威慑效果 并阻止类似的违规行为 许多商业航空公司和船运公司 可能会遵从中国的声明 即使一些船运公司不遵守隔离规定 大多数公司的遵守 已经极大的加强了中国对控制台湾的叙述 最后 中国使用海警和民间执法力量 复杂化了美国和地区行为者的应对能力 隔离不需要封闭或限制通过台湾海峡的国际交通 其他国家可能使用这一行动 作为干预以协助台湾和捍卫国际法下的航行自由的理由 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也没有足够的海警力量 潜质部署 以进行类似的响应 美国可能依赖其他潜质部署的空中和海上力量 来帮助台湾应对 但他可能会谨慎行事 以避免使用灰色船体的美国海军舰艇来对抗白色船体的中国海警船只的外观 在美国和台湾的专家最近的一次调查中 中国力量项目发现 大多数人对美国及其盟友干预隔离的意愿持怀疑态度 只有13%的美国专家和9%的台湾专家完全有信心美国会军事干预 以保卫台湾免受隔离 信任盟友和伙伴会支持美国领导的多国军事干预的比例甚至更小 中国实施隔离台湾的能力 对台湾实施隔离将是中国的一项巨大且前所未有的任务 需要克服复杂的后勤难题 并共同指挥执法 海上民兵和军事力量 尽管如此 中国拥有巨大的能力 使其能够执行隔离 拥有超过150艘远洋船只和400多艘小型船只 中国海警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警队伍 中国海警是一个准军事组织 向中国最高军事机构 中央军事委员会报告 许多中国海警船只是从海军转移而来 仍然携带一些军用级别的武器 如76毫米炮 相比之下 台湾的海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 台湾仅有10艘远洋船只和大约160艘小型船只 这些船只负责保护台湾海岸上超过300个港口 和进行岛屿24海里范围内的执法活动 中国的海事局 MSA 即主要的非海警民用机构 负责海上安全和导航 将与中国海警一起领导隔离 MSA的船队至少包括30多艘远洋船只和数百艘小型巡逻艇 除了中国海警 中国还拥有一只庞大的海上民兵 这是一只组织有序 训练有素 并配备武器的人员 他们驾驶渔船和其他船只 这些船只在商业捕鱼的官方幌子下运作 但实际上 他们与中国的执法力量合作 并在解放军的掩护下支持中国的海上行动 由于海上民兵不是官方的执法或军事实体 其他国家对其活动的应对充满挑战 关于海上民兵的全面规模的信息很少 但有估计称 它由超过100艘大型船只和多达3000艘小型船只组成 海上民兵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南中国海 那里的民兵船只经常成群结队的出现 有数十艘甚至数百艘 以捍卫中国在该地区的领土主张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中国海上民兵在台湾海峡附近活动 但可能参与台湾突发事件的那些 可能基于中国福建 浙江 江苏和山东省的港口 与此同时 台湾没有与中国海上民兵相当的大规模力量 这意味着台湾主要需要依靠其海警来应对民兵活动 最后 中国的军事力量也显著超过台湾 截至2023年 解放军海军拥有超过370艘舰艇的战斗力 其中许多基于靠近台湾海峡的地区 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还拥有数千架飞机 支持中国在台湾周围展开力量投射和进行情报 监视与侦察ISR活动 如果围绕台湾的局势升级 台湾将面对远超自身的更大力量 限制了其有效应对中国积极行动的能力 地理角色 地理是隔离场景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最窄处 台湾海峡仅约130公里81英里宽 这意味着中国无需将力量部署到距离中国本土很远的地方 台湾的暴露还在于该岛只有少数几个主要国际港口 包括高雄 台中 台北 基隆和麦辽在内的大多数繁忙港口 也是最靠近中国大陆的 台湾东海岸还有两个不太繁忙的港口 花莲和苏澳 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港口 在这些港口中 高雄港尤为突出 2022年 估计有57%的台湾海上贸易通过高雄港进入 使其成为岛上不可或缺的商业中心 它是台湾最繁忙的集装箱货物和石油港口 附近的永安液化天然气LNG 接收站是台湾最大的LNG进口设施 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军队更容易到达台湾最重要的航运港口 实际上 如果中国能有效控制进入一个港口 高雄的交通 它就能对进入台湾的货物产生重大影响 如何实施隔离 以下概述的场景 只是潜在海上隔离的两个例子 中国可以采取许多其他可想象的方法 但这些场景 与中国通过过去的行动展示的活动和能力一致 在这第一个场景中 北京利用其执法力量 对台湾部分港口进行有限的海上隔离 这不是指在切断台湾的贸易通道 而是一次灰色地带行动 以实现更有限但仍然重大的目标 在隔离行动开始前的几天或几周 中国准备其海警和海事局内的海上执法力量 北京还动员部分军事力量 并在该区域召集海上民兵渔船 中国首先公开宣布加强海关检查规则 它避免使用隔离或封锁等术语来描述其行动 要进入台湾 所有货物和邮轮船只 必须提前向中国相关当局提交海关申报 中国执法船只将被授权登船 进行现场检查 询问人员 并对不合规船只采取其他措施 中国当局还威胁对违反新规则的公司 进行罚款和市场准入限制 隔离将在宣布后48小时内生效 这为中国部署力量提供了时间 因为他们已被动员 这也为运输中的船运公司提供警告时间以遵守 从而增加了中国行动的可信度 中国当局没有宣布具体的检查地点 但他们打算以台湾最繁忙的港口 高雄港为目标 中国在高雄海岸外 部署了十多艘执法巡逻船 中国还在台中和台北其他主要港口的台湾海峡沿岸 部署了一小队执法船只 在最初公告后 约48小时 中国当局发布通知 宣布执法开始 并且其巡逻船将停止不合规船只 这些船只侵入台湾24海里的临近区域 偶尔靠近12海里的临海边界 这在象征上很重要 因为中国不承认台湾对这些边界的主张 在2023年4月围绕台湾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期间 几艘解放军舰船侵入了台湾的临近区域 这是一次旨在否定台湾主张的行动 支持这些执法船只的 大约有20艘海上民兵渔船 延伸至台湾的临近区域 这些海上民兵船只为获授权 对商业船只进行登船或搜查行动 相反 他们通过在某些区域群集 遍补IS-2中的空白 并复杂化台湾的海上领域意识 中国可以部署更多的民兵力量 正如它在南中国海所做的那样 但民兵力量的训练不如海警 北京可能会担心他们的纪律 和面对台湾海警的能力 虽然这次隔离名义上是一次执法行动 但军事力量发挥了关键的支持作用 中国海军部署了五个水面行动群 SACS从远处环绕台湾 每个SACS包括3到6艘船 包括驱逐舰 护卫舰 支援船只和秘密部署的攻击潜艇 总共近30艘战舰 他们主要只在通过外国海警 或军事力量的干预 并在台湾海军升级 或尝试护送船只进入岛屿时 做出响应 他们还提供ISR 将中国的空中和海上领域意识 扩展到更远的太平洋 帮助北京监控美国 日本或其他国家的动向 除了海军行动外 解放军还定期围绕台湾 飞行有人和无人机 监控交通 北京不需要普遍遵守海关规则 即可宣布成功 大约75%的船运公司 遵守规则将是中国的一大成功 中国旗下的船只 占总交通量的相当一部分 普遍遵守中国当局的规定 北京允许他们进入台湾港口 北京依赖大多数外国船运公司 遵守加强海关规则以避免报复 但几家总部位于台湾 美国和某些其他国家的公司 公开反对并无视规则 在一个星期的过程中 中国执法船只只停止 并搜查了一到两艘船只 并仅针对台湾所有的船只 如果中国遇到相对有限的反抗 并且大多数公司 遵守中国的海关规则 中国将在大约一周后开始减少行动 然而随后几周 围绕台湾的相当数量的执法 和军事存在持续存在 这表明了中国已经建立的新常态 这个场景是第一个场景的 大幅扩展版本 与第一个场景一样 中国宣布新的加强海关检查规则 这将要求提前通知中国当局 已将货物运往台湾 然而这次 中国公开宣布一个涵盖 整个台湾岛的隔离区 该区域从台湾的领土基线 向外延伸24海里 与台湾声称的邻近区域相匹配 这旨在否定邻近区域的合法性 并展示中国愿意 并有能力在名义上 由台北管辖的区域施加其意志 中国当局宣布 检查制度将在声明后48小时生效 中国将要求任何运往台湾的货物的托运人 提前通知中国海关和执法官员 中国再次部署执法船只来领导隔离 但这次它派遣了更多的船只 最大的集中力量 包括十多艘海警和海上安全船只 位于高雄沿海 它还在台北和台中的西海岸港口 部署了12艘船只 并在台湾第二繁忙的进口中心 基隆北部港口附近派遣了9艘 最后 它又向花莲和苏澳这些较小的东部港口 发送了6艘船 这次部署的30多艘执法船只 构成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行动 这将占中国远洋海警和海事局舰队的 大约四分之一 大约40艘海上民兵船只 也在台湾沿海水域的临近区域群集 填补执法船只之间的空白 如同有限隔离情景一样 海上民兵船只不参与登船和检查活动 他们主要专注于为中国进行ISR 并复杂化台湾的海上领域意识 如同有限隔离情景一样 中国海军部署5个CX来扩展中国的ISR 恐吓台湾 并威慑美国及其他可能试图干预的力量 解放军飞机也定期飞行 围绕台湾进行ISR的任务 这次 中国通过在台湾东南部部署山东航母 及其打击群来补充其海军部署 他在台湾东部频繁发动决15战斗机的出击 重复解放军近年来的行动 在这个场景中 中国在登船和搜查船只方面更为活跃 中国力量在隔离期间 每天至少停止一到两艘船只 主要针对挂有台湾旗的船只 还似乎对仍然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 大约十几个国家的船只进行了检查 中国力量扣押了几艘不合规的船只 并将它们扣留在中国附近的港口 已经提交了适当文件并获得批准的商业船只 被允许进入台湾 然而 由于对中国执法性质的不确定性增高 许多船运公司选择推迟他们的货物运输 导致进入台湾的商品贸易显著且明显下降 随着行动延续多天 需要轮换中国的船只和人员 在大规模初步部署之后 中国可以根据容量 隔离的遵守程度 北京期望的强度 以及美国的军事态势 如果有的话等因素调整力量数量 这些行动在超过两周的时间里 不同程度地继续进行 之后开始逐渐减少 然而 一个显著的海警和解放军存在 继续在台湾周围无限期的 已比隔离前更大的规模运作 结论 对于这两个海上情景 北京的目标不是完全封锁台湾 相反 这些行动旨在惩罚台湾 主张北京对岛屿的主权声索 测试国际船运公司的反应 并对台湾施加重大压力 虽然中国有能力成功执行这些 和其他隔离遍体 这些行动将比中国迄今展示的 任何行动都要复杂得多 这些举措将为中国带来重大风险 其成功程度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台湾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应 即使成功实施 隔离也有其局限性 如果北京的目标是造成足够的痛苦 迫使台湾屈服 中国将需要超越灰色地带 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 如果中国寻求 在不发动全面入侵的情况下 强制统一台湾 军事封锁将是中国的一个关键选择